后边我们会用一个这样的网站 那这个网站是在网上搞的 大家来看 有一个这样的网站 这个网站你一点一下 你看你访问这个网站 对 是不是给你返回了一个XML格式数据 返回了这个XML格式数据 我们要把它给解析出来吧 是这个意思吧 解析出来 那注意 由于这是联网获得了这个XML格式数据 那现在我们还没有学过 如何发请求给服务器 明白没有 没有学过 那我们走吧 我先这样 我把这个copy下来 明白我是吧 copy下来 然后给大家留一个作业 我把这个XML文件copy到我们的工程中 例如我写个09 叫什么呀 电话号码急凶测试 明白我的意思吗 急凶测试 你看 它这里边就有什么呀 名随可的等等 是不是 网上有很多这种应用的 叫号码急凶 是不是 你比方说 我想输某个哥们的 是不是 你看13-158-0099-3456 对吧 我一点击走 你看是不是就 分析这个号码啊 对吧 这个是不是号码急凶查询的 值多少钱吧 对不对 就这意思 好 当然注意 它这里边是把这个数据 是不是显示成一个文本 在这页面上显示了 那 我们现在是不是访问的时候 反馈了一个SML核数据啊 你把这个SML核数据 给我解析出来 可以吧 当然 现在我们还没有学如何解析 学如何联网 那我们就把这个数据 搞到本地了 好 搞到本地了 我们就写号码急凶测试 com it 黑码 什么 急凶测试 好 得搞一个号码 是不是这个像 哪个像 这个吧 是吧 我把这个来 号码搞进来 注意 我搞到哪来 注意 这里边实际上我们都了解了 对不对 只有一个assets文件夹 我们不了解 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xml文件 丢到这里边去 我就生成一个 叫phone.xml文件 assets文件夹吧 点击进去 好 注意有了 我把这个数据保存过来 Ctrl 系统架 F 哎呦 这个不太好啊 那注意 一个xml文件根源数是什么呀 注意第一行什么呀 是不是那个文档声明呢 我们来写一下xml version等于 1.0 然后写一个 stander alone standalone yes 然后呢 encoding等于 utf-8 这个 这个 是不是 好 我要求大家回去把这个所有的数据给解析出来 行不行 你就用这个pro解析进行解析 OK 好 这是额外的作业啊 当然 这有个问题 你要注意当前这个文件是不是在这个文件夹下 你要获得这个文件吧 把这个文件是不是当做一个input的指数据给你留给读进来 然后你才能使用pro解析器进行解析啊 你怎么读进来呢 这样 好 我们跟大家简单的写一下啊 好 早上再跟大家说到这个API文档的时候啊 我们注意 你看我们是不是有get catchDR getfileDR 是吧 还有等等等等 这里边有很多get的 那我们来看到这里边有个get isites 有没有 这个getisites就表示拿到这样一个文件夹 有没有 拿到这个文件夹 你看返回的是一个什么呀 isites manager 拿到这个isitesmanager之后啊 你就可以去调他的这一个open 一调这个open把这个文件的名字传进来 如果你把这个phone.xml文件传进来 就返回到这个文件对应的一个input stream 明白我的意思吗 好 你拿到这个input stream之后 紧接着你就是可以使用什么呀 使用pro解析器 解析 xml文件呢 明白没有 好 这样 刚好是不是又把这个 这个API使用了一下 好 注意我们今天调用的时候 我们发现了 他这里边有getfilesDR 对吧 还有什么 get开启DR吧 这里边发现是不是有很多很多这种get啊 那注意这里边有这么多API 对吧 那例如我要获得这个文件夹是不是就get assets啊 我要获得resources文件夹我就干什么来 get resources 你看是不是就有啊 所以想告诉大家的是 安卓这个API设计 它写得非常好 它也层面向对象 这些方法都在哪里啊 都在那个contact是它对象里面 你看我们当年在学习加外部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有个servalite context啊 servalite context只要是在我那个外部应用范围里面 我是不是都可以通过servalite context去获得呀 对 那这里边 它也是这样去设计的 所以说你加外部 学得好 你很容易就过渡过来 OK 还想告诉大家一个事 你们要记住 API永远你都是记不完的 你需要搞明白 它到底底层是怎样的 你就明白它会提供什么样的API了 明白吗 这话看起来很好说是不是 但是你要真正的体会 那还是需要很长时间的 行啊 这个大家就回去把这个作业是不是完成一下 好 来 我们布置一下今天的作业 今天的作业 第一个 保存数据到 应用程序 私有的文件 挤下 第一个 第一个 第二个 保存数据到公共的SD卡上 要做第三个 保存数据 使用SHA PRE F1 in share preferences 好 然后 第四个 怎么样 保存数据 使用 SHA Leader 以及 解析 XML文件的数据 使用 Pool Parser 这非常重要的量 这些你都写完了 再去写什么呢 写这个 Android下的 测试 有没有 这个测试就非常简单了 就那123 有没有 123步 好 然后 大家 这里还有一个 第五个就是 Linux下的 文件 权限 系统 是 怎样 规定的 有没有 没有 大家 好 这就是今天的作业 如果今天的作业做完了 怎么办 再去 看一下 昨天的 昨天的 你比方说 那个小米计算器 是不是 肯定要写一下 肯定要写一下 然后还有呢 那个相对布局 要好好写一写 没有 没有 好 说到这个 大家还可以 自己 去做一下这事 我知道我们班上有些同学 那个 手机啊 就说 那个机器 不是i系列的处理器吧 那你装模拟器 是不是装不了 装那个加速器装不了吧 装不了的话 那你每次打开的时候 使用这个 模拟器啊 就会非常慢 没有 你可以怎么办 你可以 你可以把你的 安卓手机 把安卓手机 用来 调试 没有 那你要 将你的安卓手机 进行调试的话 你怎么做呢 你 你需要有一个 这个 需要一个数据线吧 还有什么呀 还要 在你的 在你的电脑上装 你手机的驱动程序 没有没有 这个驱动的话 你的 你可以把你的手机插上 然后呢 你也不知道 到哪里找驱动 你就可以这样 你下一个360助手 360助手 它会自动帮你 下载合适的 这个驱动的 没有没有 然后你 等你把驱动下载 完了之后 你再把360给卸载掉 就可以了 OK 好 行 但这个做完了之后 你还得再做一个事 还得再做一个事 干什么呢 你有了数据线 有了驱动啊 你还得进到 你这个手机的设置里边啊 你得进到 你的手机设置里 打开 那个开发者模式里边 开发者选项 开发者选项 这里边有个USB调试 你要把它勾上 如果不把它勾上 你的手机 也不能debuck调试 没有没有 所有的这些 做好了之后 你会发现在你的机器上 这里就有了一个什么 你的那个设备了 没有没有 这里会显示你的那个设备 显示你的那个设备 之后你就可以进行调试 你看我的手机 安装的驱动 下去我的手机了 没有没有 好 这个做完了之后 你就可以像我们平时 这样 U-G Run as Android Fishing 进行调试了 并听明白没有 并且你也可以点到 File Explorer 去查看这个文件的系统 然后 Logicat会有这个日子信息 明白 还有DDMS 都是可以用的 OK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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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